在紐約 華裔警員梁比德開槍擊斃黑人的案件 當日與梁比德一起巡邏的拍檔藍刀 已經轉為污點證人 指證梁比德換取不讓大陪審團起訴 檢察官說 以外發生之後 兩人用了四分鐘時間爭論 好不好告訴上司 而不是第一時間檢察死者隔離 大陪審團 星期二決定起訴梁比德多項控罪 藍刀將會轉為污點證人 來換取免除起訴 當局表示藍刀的證供是這宗案件的關鍵 梁比德否認所有控罪 如果他被定罪的話 將會面臨最高15年的監禁 紐約州長郭毛的辦公室 寫了一封信去州教育理事會 信中提及對紐約州的教育系統的建議 就像郭毛在信中要求 州教育理事會總監提起 學習麻省的現代教育系統 來改善紐約州的教育 郭毛之前採用了提起的建議 用一些比較差的學校 改為一些有其他環繞式服務的社區學校 當局官員說 紐約州有178間非常差的學校 當中有77間一直以來都有非常低的成績 官員說有25萬名學生受到影響 他們多數都是少數族裔和低收入的家庭 紐約市市長白思浩早前在市情諮詢中提出法案 建議增加道輪服務 將紐約五區連接起來 這個建議似乎不太受民眾的支持 白思浩表示 紐約市身為海邊城市 應該有一個完善的道輪系統 雖然市長這麼說 但是計劃成本就不便宜了 如果在2018年實行五條新航線 就要5500萬元 而且市議會說 杜輪服務每年要1000至2000萬補助 來維持現時的收費 有交通維權人士對這個計劃不太有期望 好像是在巨峰桑敵之後 用來代替A車服務的Rockway Ferry 就無法達到收支平衡 但市府就說已經有方法來維持平衡 當時同時又提供道輪服務 關於港務局應否付費給世界貿易中心 這個名字的法律糾紛終於平息了 當局今天宣布 港務局不用付會員費世界貿易中心協會 來使用世界貿易中心這個名字 世界貿易中心協會在1986年 就對世界貿易中心有命名權 當時州檢察長調查發現 港務局沒有履行職責去符合轉命名權的條件 世界貿易中心協會在1991年至2011年間 從港務局收取18萬4千元 給港務局員用世貿中心的名字 現時新的協議說 這一筆金錢要交給州政府 還有未來20年用世貿中心這個名字 來收取的利益之中的33%都要交給州政府 這個協議建議將會用這一筆錢 來作911紀念博物館的基金 在社區方面 紐約史納大學馬上入籍服務中心 在Burl College舉行免費法律諮詢活動 為紐約民眾提供免費高質量的移民入籍法律諮詢服務 免費協助大家填寫申請描架及文件 以便民眾成功申請奧巴馬總統頒布的延期遞解法案 主辦方表示 預約申請參加今次活動的有142位 截至採訪結束為止 現場有109位民眾參加這次活動 紐約史納大學馬上入籍服務中心 作為紐約最大的大學免費法律服務組織 每年都會舉行多場相關活動 從今個月開始一直到下個月為止 紐約史納大學馬上入籍服務中心 將會連續提供4場免費法律諮詢服務 幫助民眾免費申請 如果想了解更多詳情 請撥打紐約史納大學馬上入籍服務中心熱線 866-390-2992 一連一度的法拉盛市政廳新春節目即將熱鬧登場 首場將會在明天新春廟會揭幕 其中在22日舉行的國際舞蹈大展 將會有近百名國際舞者 呈現中、韓、印、美等十項不同文化的舞蹈 展現皇后區社區的多元文化風貌 這項活動已經進入第11年 今年將會有近100名國際舞者 呈現中、韓、印、美等不同文化舞蹈 展現續續多樣性 當日下午還舉行中韓百年書發展 行政總監柯達代表 舞蹈大賽節目免費須憑票入場 民眾可以在當日中午起 在法拉盛市政廳索取門票 每人限兩張 法拉盛市政廳地址在法拉盛北方大道 1137-35號或者打電話去到718-463-7700查詢 想要買車的觀眾要注意 提供一個可負擔的價格 就可以享受到豪華的駕駛享受 想買車的觀眾要留意 BMW BASESIDE為你提供的優惠計劃 你能夠以一個可負擔的價錢 得到致極豪華的BMW駕駛經驗 將你夢想的BMW型號駕駛回家 無論是全新還是原廠認證的二手BMW 跑車、房車還是SUV BMW BASESIDE都會為你提供完善的選擇和售後服務 駕駛BMW不再是幻想 大家好,我是Hinson BMW BASESIDE 很開心接受了華語電視訪問 在這裏代表BMW BASESIDE 跟大家說聲新年快樂 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近來BMW有很多新的優惠 大家可能覺得二手車 給大家的感覺很足夠 我們專門店的BMW 其實有很多選擇給大家 現在這款車 這款是2014年BMW 6系列的開範車 我們有些2015年、2014年 每一年份都不同的 很多選擇給大家 還有一個特別的 就是2011年的BMW 3系列 有0.9的利息 還有我們送回第一個Payment 給大家做見面禮 如果大家有興趣購買BMW 可以隨時和我聯絡 還有我們現在增加了微信號 是我們公司的名字 BMW BASESIDE CPO 可以隨時和大家見面 這個星期六同日 你都可以去到法拉盛的喜來丹大酒店 參加華語營春展銷會 到時將會有專業的BMW BASESIDE 銷售員帶著BMW展車 現場為你了解和解答不同的問題 和為你提供貼心的選購經驗 你還可以坐上陳列的BMW 享受舒適豪華的座隔 千萬不要錯過這個週末的 早上11點至6點的日子招會 本台新聞報已經設立了電子郵箱 對我們的節目有任何意見 又或者有新聞線索 都歡迎來信和我們聯絡 電郵地址是synotvnews at mrpi.net 多謝收看今日的日語新聞報道 今日的新聞已經全部報道完畢 多謝各位的收看